大家好,我是Stan 退出男团运动后 与乐团主唱活动的Namting 因为近几年一直出现很多负面的新闻 而让网友们、粉丝们都非常失望了 然后昨天又被爆出了酒驾 根据媒体报道 3月8号凌晨3点20分左右 酒驾的Namting把车停到路边下车开门的时候 撞到了路过的计程车 让计程车的后视镜损坏了 然后重新上车的Namting 又开着车行驶了20多公尺 而韩国江南警方 将酒精浓度高达0.114% 达到掉下驾照标准的Namting 以违反道路交通法立案了 这个人的消息怎么每次都是跟闯祸有关 看到那么多人因为酒驾毁掉事业 怎么还想要酒驾呢 一点都不觉得失望 本来就是这种人 谢谢你早点退团了 突然觉得他是不是需要接受一些心理治疗呢 人真的不会变 对于Namting的酒驾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解散的女团成员 时隔三年再次聚在一起的理由 女团苦苦胆 因为是IOI出身的 金赛将康米娜所属的女团 所以在2016年一出道 就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支持 但是从2019年开始 所属公司就将苦苦胆 长时间放任不管 一直都没有什么完全体活动 最终在2020年12月 发表团体解散了 而成员中 除了赛将与米娜之外 其他人都离开了所属公司 各自走各自的路了 然后在苦苦胆 解散后三年 停止活动后五年 苦苦胆的队长兼主 Honey 与苦苦胆的主唱Heavy 两个人一起录制了新曲 新曲将会在三月底之前公开 我真的好喜欢苦苦胆了呢 这辆出合作曲的话 一定会听的 真的很感谢 因为本公司而解散的 不幸的女团非常多 尤其是苦苦胆 真的是非常遗憾的组合 有蔡将米娜也不能成功的 传说中的组合 有必要只骂所属公司吗 做一个女团要花很多钱 失败的话都是公司承担呢 对于苦苦胆两位成员们的 特别兴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能继续听到这种 解散爱豆们的消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NCT的小分队 拖鞋奖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由NCT成员 陀阳前行求我 组成的NCT小分队 拖鞋奖奖 目前正在准备专辑 计划在上半年出道 而一直以来 NCT的分队成员都是可变的 但是这次的组合奖 是NCT第一个固定成员的小分队 天哪好喜欢 看照片再次觉得都长得好帅 Teddyce之后 真的好多这种形式的小分队名 KK 对 Teddyce 千百姓不足孙 居民鼓 居民鼓没听过吗 由三位腐杀男孩 Teddyce 吉民 乔 乌 乌 乌 Teddyce 復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